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这个建民主女神像的商业合同当中的一些故事吗 很高兴能跟那个网友交流 这个事情发生了已经在差不多半年以前 就是台湾正在那个大选的时候 那么一月初呢我去了台北 当时呢我怀着一种对台湾很美好的一种心情 就是说又在大选一个民主自由的一个发祥地 是中国人民的一个样板 那么去到那边 但结果呢比较令人失望了 我进门的时候呢 刚进海关时就是一个闭门跟 给我的是一个高级书 事情怎么发生呢 我刚进入刚下了飞机 他们就有两个海关人员就在一男一女就等着我 就问我你是陈伟明吗 我说是 然后他们就给我找到了带到那个柜台 专门柜台那边已经有好多官员等待着我 那么说问我来的理由目的是什么 那我说我是来宣传民族女神像的这个事宜 那么他们说你宣传民族女神像的是不能那个不能做的 你要么就旅游要么谈情还是什么 那么这个事情不能做 我说为什么不能做呢 我说中国的歌星隐形也到了台湾来进行新闻发布 怎么一个雕塑下来进行民族女神像的一些现状活动就不行了呢 我说你们look不能让我进去的话 那么你们就像香港一样 给我原机遣返吧 我说那么他们一些官员又去讨论了一番 最后呢就是说给我就是一张纸条上面 一张纸上面就是说说是不要搞新闻发布 可不可以搞一个就是新闻参访啊 这样的形式让你进去 我说啊那这样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既然可以跟新闻媒体经营有个交流的话 我说可以 那么我就在上面在其他的位置上就写个新闻参访 那么这样的话呢 他们就接收了 那当时给了我一个告解信 就是说告解信内容呢 就是说陈文明不能从事有关访门目的 不同的东西那种事情做这个事情 那么这样就进去 后来当然也遇到就是说他们先是让我就是说让我不要参加他们的 包括蓝银和绿银两个方面的这种就是竞选活动啊 不要去影响那个 那么后来在我不去是说让我去中共见他们的那跟他们会谈 那么后来他们已经选送的蛮旧那个政府呢也找了一些理由 就是说我是一个外国人啊又带着记者啊不让我进去 那么我们的会面呢就流产 那么接下去我就去了金门 在金门呢事情进展的非常的胜利 那就是非常成功 包括他们的文化治安科科长到文化局局长到金门县长 他们三个人都接见了我 并且跟我签订了个协议啊 就是民主女士养的这个雕塑呢 由金门县政府和民主女士养基金会大家共同打造 而且规定了各方的义务和那个应该贡献的人力和物力和资金啊 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在1月17号我们就签订了这个协议 而且他们呢就是说非常客气 给我租的商务宾馆啊 那招来我请客啊什么什么 都大家都谈得非常的默契啊 那结果很很遗憾的是 在18号的时候呢我回到台北我开了新发布会 那么18号新发布会开完以后呢我就去了机场 这时候呢就是那个英国BBC广播电台呢给我一个电话 在机场路上说你知道你的计划已经有变化了吗 我说我还不太清楚 他说我们去采访了金门县政府的时候 他们说这个是你啊是成为单方面的那个嗯像吧啊 我说我不太清楚我现在还没收到这方面的消息 那结果呢我回到了美国的时候呢在我的电脑上就是非正式收到一封信 是金门县政府给我行他就说嗯这个事情呢现在要暂时隔止啊不宜推动啊 用这个方式告诉你感到非常抱歉 那么前面说的是有关单位的关切由于所以我们要暂时隔止这个那个协议 嗯 陈一鸣先生您在金门县都跟金门县的政府哪些官员和部门以及机构有过接触呢 我跟金门县的县长和金门文化局的局长还有文化资产和各长他们都有接触 而且金门县的县长他支撑文化局局长跟我签订 这个代表他们金门县跟我签订这个民主女生的协议啊 啊那么当时的事情进行的也非常快那么也非常的成功 那么也带我到那个金门县的各个公园去观看了实地观看场地 那么我们出开了一些就是像金门和中央政府共管的军事应用地啊 这种就是在金门县管辖的那个范围里面来建筑这个民主女人像 那么这其中包括我还最希望就是在那个中国大陆能看到的地方 那么其中我们选到的一个地址是最好的地址就是金门石雕公园 这个公园呢离大陆差不多在六海里左右的地方 那边呢如天气好连厦门的那个汽车都在流动都能看到 所以非常清楚那位建立一个民主女人像 对中国大陆示范民主自由这个样板是非常有正面积极的意义的 是中国大陆人民也能体会到像台湾这种民主选举啊 世界民主自由的一个普遍价值对人权的尊重 这种理念都可以潜移目化地影响大陆人民 好谢谢 谢谢